炖羊肉汤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,今天教你一招炖出来汤浓肉香,不腥也不删 先把羊肉切成小块,再准备一盘清水,把羊肉放到清水里面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,往里面加入少许的白酒 白酒可以去除羊肉的汕味,然后再稍微抓起一下 抓起之后浸泡20分钟 每天都在用新的叫做菜,能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吗?感谢大家的支持 泡好之后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干净 然后再放锅里给它稍微翻炒一下,煸炒出油,这样肉会更香 炖出来的汤也会更浓,接着放入葱姜 羊肉汤好喝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炖牛羊肉调料包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,要想让炖出来的羊肉汤更好喝,一定要加入凉水 炖羊肉汤的时候加入一点白醋,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汤既不擅又不腥 而且羊肉也会更加的鲜嫩 然后大火煮开,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炖40分钟 时间到了,再放一点胡萝卜,接着再炖20分钟 炖好了,我们把调料包剪出去弃汁 然后再放点食盐和白胡椒粉 再撒上鸡的枸杞炖三分钟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香菜,美味鸡成 非常好喝的羊肉汤就做好了 汤鲜味美,喝起来没有一点腥味和善味 炖出来的肉也是非常的香嫩好吃 用这个方法做羊肉汤,非常的简单又美味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我们下期再见